延续好几天在同一家外卖轻食店下单后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身为一个美食up主 怎么可以吃外卖呢 于是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做法 升级成了一个豪华版 连碗都可以吃掉 这样要是别人说我吃外卖 我就可以说 我在取材呀 白米和三色糙米各半混合均匀 如果没有 可以用三花猫的毛来代替 让售价蹭蹭往上的容器 就是这来自日本的贝贝南瓜 在中国的远房亲戚 然后只需要在它头上来一刀 就很轻易地获得了一枚盖子 然后用你找得到的 随便什么可以使的工具 把它的壤去掉 然后你就获得了一个干净的南瓜碗 弃枝取壤 南瓜碗加盖盖好 放到炼丹炉里 高火炼上15分钟 一个成熟的洋葱 要学会自己变成丁 不要出来害人 把西葫芦晒成片 午餐肉 晒成丁 然后把切好的食材一股脑倒进锅里 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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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胡椒 来点酱油 继继续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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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 此时我们的容器已经炼好了 芝麻开 芝麻开门 再随便取一个勺子 这手的南瓜肉一碰几掉 把它们挖出来 弃枝 去壳 这回是真的 你要信我呀 我们的豪华四色米饭也做好了 这颜色满满都写着健康 把子不溜秋的米装到绿布拉鸡的碗里 再在顶上放上看起来好吃一些的大杂烩 再在最顶上放上作弊专用马苏里拉芝士 然后一锅端了 推进烤炉 还有顶上拉丝的芝士 你可能要说 这算哪门之轻食啊 那我就告诉你 这是因为 这碗只有这么丁点大呀 你只是这么点 胖得起来吗 看看这碗 我这样娇小玲珑的手掌 都可以轻易地把它包在手中 算了算了 为了卖的贵一点 也是很拼了 尝尝怎么样吧 嗯 这个味道 确实是比想象的要好吃的呢 你还真别说 里面 主食 蔬菜 肉类 都是很均衡的呢 小小一碗很快就吃完了 看着这个空碗 我毕竟陷入沉思 确实 它是能吃的 但是实际吃起来呢 嗯 竟然比饭还好吃 想不到 这南瓜皮吃起来竟然有种栗子的味道 最后吃完了这个碗 我就饱了 没想到 吃这一碗饭竟然是吃碗吃饱的 哎 前面几分钟也没被忙活 剩下的一大锅饭 就成为明天的便当吧 其实不考虑复杂的步骤 只要蒸一锅饭 炒一锅乱炖 加上自己喜欢的调味 拌均匀就可以了 其实味道一点也不差 取一颗鸡蛋 拌匀 昨天丢弃的南瓜 拌匀 牛奶 拌匀 南瓜本身就有甜味 所以并没有额外再加糖 再加一点点玉米淀粉 如果不考虑口感有多细腻 一直考虑方便的话 那凑合半半就行了 至于要烤多久 可以中途偷看一下 这样子就是已经熟了 这样一个简单又健康的小蛋糕 早上五分钟就搞定了 吃巨子两块八毛九买的小南瓜 也是一点也没浪费呢 今天又是为自己的智慧折服的一天了